大家好,我是大雄 中东大佬编制了一张大网 截住愤怒的乙军四万哈马斯潜入地道 开始反扑 伊朗也来帮忙 以色列痛苦可能才刚刚开始 与前几次巴以冲突不同的是 此次哈马斯似乎蓄谋已久 突袭只是复仇计划开始的第一步 他们很清楚 第一枪打出去定然会遭来以色列军队的疯狂报复 而这恰恰中了哈马斯的圈套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目前巴以战争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美俄以及中东各方势力会作何反应 在哈马斯的计划中 第一波突袭行动展开后 乙军疯狂地报复 整个中东世界将因此蒙上战争的阴霾 致使冲突扩大化 如此一来 哈马斯将不再是孤军奋战 果然 现在不仅是加沙地区的哈马斯 加德 卡桑旅在作战 约旦和西岸的圣城旅 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什叶派民兵等武装组织都已经下场参战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力量开始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集结 也门湖塞武装也动员了数十万大军 放眼望去 整个中东的武装组织细乎编织了一张大网 准备给乙军来个瓮中捉鳖 在这个背景下 以色列的反应被全世界高度关注 直接炸伊拉克还是也门 显然都不可能 因为这些武装组织都不是政府正规军 属于是地方民兵武装 若以色列追究 伊拉克政府和野文政府来一句 我也管不了 以色列也没招 总不能直接把炮对准政府军呢 如此一来 以色列当真要被围攻了 就在以色列进退两难的时候 美军来了 F15战机 A10战机 还有两支航母编队开拔 开始抵近前沿地区 从行动上来看 若以色列顶不住 美军将下场参战 给予火力支援 届时 伊朗可能也会参战 有个消息称 伊朗坦克部队已经在向伊拉克边境靠近 这是在做战斗准备 必要的时候 伊朗很有可能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 导弹发射如雨倾下 普京曾说 以色列围困加杀 本质上就是犯罪 和当年德军围困列宁格勒 是一样的可恶 以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来说 普京的这番言论 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很大压力 联合国组织应该有无所反应 但以色列这个国家 一直以来非常霸道 也由此锻炼出了铁头神功 任凭外界如何谴责 仍然无动于衷 绝不退色 但越是强硬进攻 越会在中东武装力量编制的大网中 越陷越深 这些组织将有了合情合理的参战理由 伊朗 叙利亚 也门等武装组织 将顶着英雄的名义 来抵抗以色列的暴行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哈马斯的火力 还在持续升级当中 有消息称 目前有四万哈马斯武装成员 已经进入加沙地区 一百多公里的复仇地道当中 一旦乙军敢有大动作 哈马斯将开启暴走模式 消灭乙军进攻部队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解放阵线所属抵抗旅表示 加沙将重此成为以色列士兵的墓地 要知道 这些地道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堡垒 分层多且绵延数十公里 是精英战士的藏身之地 也是存放精良武器的秘密基地 此前有报道称 有武装组织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 修建了长达45公里的边境防御工事 早开岩石挖掘地道 里面配有发电机 照明设备以及带气密过滤器的进气口 还有很多用来攻打以色列的武器装备 像一些核心装置指挥中心 都建在了敌方红外传感器探测范围之外 2006年 当地武装组织就是通过这些 极具战略价值的地道 携带反坦克导弹 潜入了以色列纵深地带 成功搞了一次突袭战 不过 这个无尽绵延的地道有一个软肋 那就是地质问题 黎巴嫩地区有岩石 但加沙地区只有沙子和黏土 使得部分区域地道结构相对薄弱 但奈何地道网络纵深庞大 向四面八方蔓延 游击队员可以随时转移到另一条地道 且战略行动不受影响 此番遭遇以色列连续轰炸 加沙地区的这座地下堡垒 仍然毫发无损 但加沙地区人口密集 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躲进地下 连续的轰炸已经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 许多国家开始表态 表亮明立场 俄罗斯中东以及亚欧大陆主要国家 这次都对外协调立场 但以色列明显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这是解决加沙问题的最好时机 在短短几天时间里 以色列就投掷了将近80%的精确制导炸弹 攻击了4000个目标 并下狠手决心要把加沙居民全部赶到南部地区 远离以色列命脉 然后在加沙的中部重新修建一堵格里墙 北部地区将受以色列完全控制 随着事态的演变 网友们很快意识到 此次巴以战争似乎又是美俄之间的较量 中东这些武装组织背后的靠山 主要是伊朗和叙利亚 而这两个国家又是看俄罗斯眼色形势 毕竟冷战时期 苏联就援助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 而美国一直明里暗里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打手 当傀儡多年 以色列国家实力已经开始下降 过去许多集体制的特征开始消失 经济变得私有化 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如今的以色列士兵和美军有很大的共同性 那就是为前而战 没必要那么玩命啊 哈马斯则不同 他们打的是生存之战 若战败家园过土将被侵占 所以哪怕流进身体的每一滴血 也必须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再来分析联合国安理会10月16日 有关加沙局势的会议 当天 安理会就俄罗斯提交的加沙局势的草案进行了表决 结果显示 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立场很分裂 俄罗斯 阿联酋 中国 莫桑比克和加鹏 在内5个国家投了赞成票 美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这4个西方国家投了反对票 巴西 加纳 阿尔巴尼亚 瑞士 马尔他 和厄瓜多尔 6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可见了 这15个国家基本上是三三开 可见彼此立场差异很严重 那么为什么这个希望加沙战争尽快停止 并且给当地人提供人道主义的草案 会没有获得通过呢 原因主要是俄罗斯这个草案 没有明确提出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以及绑架各国无辜平民的行为 俄罗斯草案其实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和敌对行动 以及所有恐怖主义行为 并呼吁释放人质 在俄罗斯看来 这就是不点名批评了哈马斯 而英美 法日 4个西方国家认为 俄罗斯立场有问题 要求俄罗斯加入明确谴责的词语 但俄罗斯不理 于是被否决 那么中方为什么支持俄罗斯呢 按照我们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态度说 中方对安理会 为通过俄罗斯关于加沙的草案 表示极大遗憾 认为 人道问题不应被政治化 保护平民应成为优先事项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巴西这次也没支持俄罗斯 而是投了弃权票 同样 有的西方类似的考虑 而且巴西也起草了一份草案 这个草案呢要比俄罗斯的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因为巴西草案里有谴责哈马斯袭击平民的词句 中国代表说 表示欢迎巴西提出的草案 好了 对此大胸不言 不加以评论 今天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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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